各位電影師妹你們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這個網上的《色經》的直播 今天繼續講到 《蜀聯恩賜》講到知識言語 就講到怎樣建立知識言語的恩賜的方法 我們昨天已經講過 就是怎樣建立同神的關係 首先就是一定是同神有密切關係 因為這些恩賜都是從神而來的 如果沒有同神的關係一切都沒有的 第二就是處理生命 很多人容易被人影響 被環境影響 我昨天講到有三點 第一點就是當人家講傷害的說話的時候 我們立刻在心裡處理就說不要緊的 有人講傷害的說話不要緊的 因為接受人有罪性 所以人就會講傷害的說話 人有時候會做錯的事 做錯事我們不需要介意的 首先心裡不介意 然後就處理自己的激氣勞嘈 就是說為什麼會這樣 我很生氣 我覺得很不公平 很委屈 這些都需要處理的 然後呢 第一就是接受人有罪性 接受人會說錯事做錯事 還有有時刻意做錯事 有時刻意傷害人 刻意利用人都會有的 但是我們就深信神會保守 所以我們就不介意 接受人有問題 不能死的 第一點就是接受人有罪性 所以能夠處理到了 第二點就是處理裡面的情緒 我們就選擇不激氣 不怒嘈 不憤怒 也都不退縮 有平安 有輕省的心 然後第三點就是在可以的時候 處理同那個人面對的事情 比如說他有做錯一些事 但是我怎樣跟他柔和地去溝通呢 怎樣引導他呢 有時有些人我們可以溝通到 有些人溝通不了的 有些人溝通不了 我們只能夠接受他是這樣 我們盡量對他好 希望有一天會改變他 也都不覺得是吃虧 覺得神一定祝福保守 聽他的話的人的 那時候我們不受人影響 我們的生命就會繼續站穩了 然後呢 就 就是 我們講了三點 我再講一次就是說 接受人有罪性 所以能夠處理我們的情緒 第二就是處理我們的情緒 不給他影響 第三就是 處理同他的關係或者事情 有些什麼事情我們處理 就用一個很平穩安靜的心態去處理 不需要激氣 不需要怒嘈 有什麼困難都好 我們都不需要激氣怒嘈 另外處理環境也都是 深信什麼環境 神都掌管的 神一定祝福的 所以我們就輕省 所以我們就能夠平安了 OK 好 那我們這次就繼續講第三點 C 深信耶穌會向基督徒說話 也常常留意任何出現在我們心中的屬神的意念 在約翰福音十章二十七節那裡說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 他們有跟著我 那就是深信耶穌會向我們說話的 我們聽從神的話 聖經會跟我們說話 聖靈也會跟我們說話 所以我們心裡面就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憂慮 不需要憂慮 不需要 怕著不知怎麽算好呢 心裡面沒有信心 怕著神不知道會不會帶領我們 我們時時都深信 神一定帶領我們的 神一定保守我們的 我們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憂慮 有平穩安靜 也都留意聖靈的聲音 我曾經說到聖靈的聲音 就跟我們思想的聲音是不同的 思想的聲音呢 就是由個腦發出的 譬如我們想買什麽 我們會用腦來想的 聖靈的聲音就不是的 聖靈的聲音是在心裡發出的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我都叫大家去留意這件事 然後告訴我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就是聖靈的聲音在心裡發出 就不是在腦裡發出的 我們思想是在腦裡發出的 有沒有人留意到可以回應 有沒有人留意到就是聖靈的聲音 是會是在心裡發出 是啊 同意 往往如果聽到神自己的聲音 我發覺有幾個特質的 第一就是聲音是有能力 加上很仁慈的 在心裡發出 我過去有兩次大病好起來 都是聽到這個聲音 而接著做的 但是就不在頭腦裡的 是很小的聲音在心裡發出 就是這樣 OK 好 非常好 多謝你的分享 我們留意將我再解釋一下 這個情況就是說 如果我們想事情 比如想買什麽 一會兒做什麽 我們就會用腦子去想的 而且是我們自己發出的 如果聖靈的聲音 尤其是提醒我們不要犯罪 我們就會發覺是在心靈裡面發出的 也都是很接近我們心的地方 不是一定是心臟 就是在我們身體的中間的部分 在心臟的地方 身體的中間 因為心臟是偏向左邊的 它不是心臟發出 是我們的心靈發出的位置 是接近心臟的 就不一定是在心臟的位置 這些只是跟我們經驗而已 我們是 聖經雖然有講到 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講到心靈誠實敬拜 但是我們沒有聖經的根據說 一定是收到神的聲音 一定在心的部分 這只是我們的經驗 就發覺是真的在心的部分 會有一些意念走出來 尤其是當我們知罪 當我們看聖經有些提醒 或者是聖靈感動我們做些什麼 我們就發覺在心裡發出這些感動 這就是告訴我們 這個很大可能是聖靈給我們的聲音 那至於聖的意念 那這個來源在哪裏呢 聖的意念 犯罪的意念 我們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我覺得有時候是從情慾 從我們的身體發出 如果露氣呢 也都是由整個人的身體 很激氣 那就會有 好像整個身體有些露氣 走出來的樣子 憂鬱 就會在身體發出的 不是在心靈 而是在身體的部分 這件事大家都可以驗證 這些只是經驗而已 大家想回大家激氣的時候 是不是整個人在激氣 整個人的身體會有一種激氣的現狀走出來 或者是煩惱 煩惱會有一部份在頭那裏出 有一部份在身體那裏出 但是和聖靈的聲音是不同的 聖靈的聲音是在心靈的中間那裏出來的 這些都是一些方法 就是我們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再驗證一下這件事 是不是真是我們真實經歷的 這些都會幫助我們的 之後大家都可以再回應回 我真的留意到是這樣 犯罪的意念在哪裏走出來 那我們就容易分辨到了 譬如有時候有些人 有時候有些罪的意念 或者有時候有些外來的聲音 叫他你不要相信耶穌啊 那那些呢 因為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沒有這個經歷 就我懷疑呢 就好像耳朵那裏收到一些聲音那樣的 就是我懷疑啊 或者在頭腦那裏有些意念走出來 就是一些 有時候我們有時候都會 某個人都有試過懷疑神的嘛 就在頭腦那裏有些意念走出來 就覺得這件事神是否真的幫我呢 那都是法治頭腦的 就不是法治那個心靈的 OK 那這個都是我們對於我們分辨神的聲音 自己的聲音 和我們就是聖靈的聲音 和人的罪性的聲音 我們就深信神會跟我們講話 我們就留意了 以後聖靈跟我們講話的時候呢 我們去留意 那譬如我自己發覺呢 起落是很明顯是由心靈發出的 是由身體的中間的部分發出來的 好 然後接著呢 就《菲律比書》2章13節了 《深信》這句經文 之前一句就說 我的羊會 耶穌的羊會聽祂的聲音 而下一句呢 這裡《菲律比書》2章13節就說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了成就祂的美意 這裡就講到 神會在我們心裡運行 神不是跟我們很遠的 神會在我們心裡運行 成就祂的美意 所以基督徒很多時候有的意念 屬神的意念 都是神在那裡運行的 我們會想到 我們愛慕神 我們想傳福音 我們想幫助人 這些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即是基督徒屬神的意念 我們都有屬肉體的意念 有時會發脾氣 想一些不好的東西 那些就不是神運行 神運行的就是 譬如叫我們愛主 遵從神 傳福音 關心人 背改離聚 這些就是神的感動 就是我們會兩樣東西 會立志和行事 就是會立心和走出來 就是我立心離開罪 然後就會離開罪 就是行事 我立心親近神 然後行事 我就會走出來 因為基督徒屬神的行動 意念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所以這樣來說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 意念重臣 例如有時我都試過 雖然我自己收神的訊息是不多的 但我也試過 我呢就 為人祈禱的時候 就有一些意念 好像彈出來那樣 就是說呢 神會安慰我們的心 醫治我們的憂傷 那當我說的時候呢 就是我試過有些情況 就是那個人立刻就很感動 立刻哭 就是聖靈是感動我去說這些說話 是聖靈 將這些意念放在我裡面 好像是我自己發出 但其實是神發出來的 就是我自己會裡面發出這些意念 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所以我們就學習留意了 留意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留意聖靈會跟我們說說話 就是留意聖靈一直帶領我們 聖靈怎樣跟我們說說話 聖靈怎樣提醒我們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習慣 時時去留意聖靈跟我們說說話 留意聖靈的在裡面運行 這樣我們就更加容易領受到這個 熟靈的恩賜就是知識言語 譬如為人祈禱的時候 留意有什麼意念在心靈那裡彈出來 為人祈禱的時候 有些意念走出來 這個意念有可能是出自神的 我們就可以去驗證的 第一種驗證方法 我們就用一個不要用太直接的方法 就是說如果我們有這個問題 我們來求耶穌幫助我們好不好 如果我們有憂傷 求耶穌安慰我們的心 我們就是這樣說了 但我們沒有說到你有 但有個意念可能它裡面有憂傷 我們就說如果我們有憂傷我們來到神前 耶穌是知道我們的憂傷的 耶穌安慰一切憂傷的人 醫好傷心的人的 我們就將心裡面那些彈出的意念說出來 有很可能是如果是出自神的 我們看到有反應 這個就可以讓我們知道 我們有這個知識言語的恩賜 而是逐步加強了 就是當我們越留意的時候就越加強 其實我參加過很多先知性的課程 它都是教我們留意我們裡面彈出來的意念 不過我以前就被聽過說 在心的中間這個位置 在身體的中間位置那裡發出 而我發覺喜樂也是在那裡發出的 就是我聖年充滿的時候喜樂也在那裡發出的 所以大家就留意了 以後我們心中有發出的意念 我們就留意 尤其是為人祈禱 我們嘗試操練為人祈禱 為人祈禱的時候 發覺有些意念在心中走出來 這個有可能是出自神的 驗證第一就是我們可以說出來 用一個比較間接的方法 如果我們有憂傷 耶穌會安慰我們的 耶穌陪伴我們的 耶穌祝福我們的 如果感受到他的憂傷 另外其他情況可以驗證 就是如果那個人跟我們很熟 那個人也不是不信的人 他是接受聖年工作的 我們都一起在那裡練習 我們就可以問他了 我剛才有一個這樣的意念 不要用強烈的就是我領受 就是我有這個意念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一說領受 別人不能夠駁斥就說 這個不是你的領受 其實有時候可能不是出自神的 因為領受有時候給人的意念就是出自神 有很多人他很喜歡用這個字領受的 我領受我就要做些什麼 但這個可能是他個人的感覺 我們不要隨意用這個領受 因為領受意思就是從神領受的意思 這樣的時候就會給人一種感覺 你說的就好像你自己說的就是全是神給你的 好像沒有人能夠 就是說 駁斥這件事是不是出自神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一個方法就是 就是說我有一個意念 我有一個意念用一個有字 不知道這件事對不對 如果我們是領受 我領受呢 你有什麼問題 那個人可能不能駁斥的 就是說他不覺得有一個問題 但是好像覺得你領受的 那是不是呢 他就會猛地在那裡盤旋去想 那我們就說我有這個意念 不知道是不是呢 如果那個人是 基督徒又接受聖靈的工作 我們可以跟他這樣談的 我們為人祈禱 或者代討 或者讚美神的時候 都留意心靈裡面有什麼意念彈出來 留意有沒有一些 喜樂啊 平安啊 所以我們有喜樂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如果有人有喜樂 就揭力保持了 就是每天讚美神 從心靈讚美神 大家拿到的位置 拿到的位置就是 我自己感受一下 我站起來一下 就是大約是這個位置的 這個位置 大家有一個凹位這樣的 就是這裡有一個凹位 這個不是絕對性的 這個只是一個經驗之談 就你留意呢 喜樂的時候 是在這個位置發出來的 感謝神 多謝神 在那個位置發出來的 同意啊 葉牧師 我都是在這個位置啊 是啊 感謝主 那我們就留意了 就是說在這個部位發出愛神的心 從那裡發出感謝神 歡喜神 喜悅神 很有趣的哦 我們喜悅神不是一個頭那裡的 比如說我喜歡神 喜歡神在心靈和身體發出的 我喜歡神 整個人都覺得很舒服很悶的 耶穌我喜歡你 不是一個頭那裡發出的 那大家嘗試從心靈發出愛慕神 感激神 喜歡神 那越做得多就越操練 習慣了心靈發出對神的意念 那也都留意 聖靈呢 在放棄我們心靈的意念 那當我們留意的時候 就越來越可以領受更多 知識言語的恩賜 和先知性的恩賜 就是說 譬如真是神給我們一些先知性的意念 那我們都去審查 不要那麼快說 必定是神出自神的 而我們快點去審查 這個東西是不是出自神的 OK 好 那我 講到這裡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或者回應 牧師我想回應一點點和分享 就是你剛才說的 聖靈那裡是對的 我也同一個 但是我覺得 聖靈和不是聖靈 就是叫你做的事 我覺得很大的分別 就是怎樣知道聖靈 比如我祈禱的時候 我要祈禱他 就是要我幫那些人 就是去打電話給他 關心他 他是不斷去提 就是在我心裡和腦袋裡 浮出來那個人的印象的 就是他浮出那個人 不過是不是聖靈 你說浮出那個人的形象 你說浮出那個人的樣子 是啊 是樣子 比如我祈禱的時候 就浮出那個樣子 就是要我去打電話給他 關心他又怎樣 那些真的是聖靈 是啊 還有那件事是不是合乎聖經 另一個很明顯的 你幫人去傳呼音 這個一定是出自神的 所以我們感受到一個意念 去幫這個人 這個合乎聖經的 或者悔改 這個一定是從神而來的 這些一定是從神而來的 那我們就去留意這個意念 又回應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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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領受到這個圖畫是非常好的 就是看到個人的樣子 這個是非常好的 那你將來更加留意 神給你那些什麼圖畫 或者將來你會看到異象 就是這個可能我們將來見到異象 就是總之我們什麼方式 收到神的訊息我們都留意 他不斷去 什麼時候都是 我整天都祈禱 早上靈寿 他就會給我去 那我就去 德婆 就是他關心著 神復走走 就是神不斷去 我關心的 我在那裡淪捨 就是祖泽營 他都會去 要我去關心他的 他就會浮出給我 就是我就去 走到 真的 有時候我就會祈禱 神啊 你要我去關心那個人 你就給我 今天你就是 祈禱他 拿到他的電話 真的拿到電話 真的 面對面碰到 一同 早晨 然後大家都很開心 然後耶穌愛他 和他拿到電話 我是做過幾次都是這樣的 感謝神 感謝神 神使用你 還有那個教會 那個姊妹 我是幾個 上次這裡的談戒 那個美青 她是其中一個 都是教會裡面 她要我去關心的 她都是不斷去 提起個人的 就是我去信服了 感謝主 我講一個見證 我走不久 我剛剛那時候都是病 前年 我就走去海皮那裡回來 就撞到附近那裡 撞到一個婆婆 那個婆婆也是癌症 我就 那個一望 她是癌症 我就很想關心她 接著 心靈都走過去 不斷提醒我 心裡發出來的 不斷提醒我 跟她打招呼 我就走過去 跟她打招呼 打招呼 接著就 跟她拿到電話 跟她買東西 送回家 接著我也要聯絡 她自己又生病了 例如日月月 有一次我就來了 跟她祈禱 沒有一件事 有一次她就 不斷提醒我 提醒我 兩天 第一次 撞到我很緊要 我都沒有感覺 我都沒有回應 第二次要不斷撞 想起那個人 她是 我心裡不斷撞 不斷撞 提醒我 我自己想到她的樣子 會發出來的 接著我就打電話給她 打電話給她 打得很多都沒有人聽 接著打了一天 我打電話給她 打電話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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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她媽媽 進了醫院 我心裡感動我 她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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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浸信會 她說她要和她媽媽傳福音 你要去教會 可以和她祈禱傳福音 她是一個福音的 接著她的女生 就是浸信會 其中一個福視演唱的 我還要去教會 我還要去祈禱傳福音 她要跟她祈禱傳福音 我說 我要帶你去教會 那些人可以跟她祈禱傳福音 然後 我當時說的那些我現在是說不到的 是心靈感動我說的 現在我大約就是感動 第二次又是感動我 我就打給她 打給她又是個女兒聽 然後我就說 她說我媽媽又入了醫院 又出了來又入了醫院 然後她說你什麼痛著我 應該現在都沒有了 我跟你媽媽傳福音 我說終止就是這個意思 大約怎樣我都說不完 那時候很大的聖年動工 我就不斷說說說說說 我就有這樣發出來說 她說不是 我媽媽說了她是用那些儀式 不是基督教的那些 我說你現在同結傳福音 看看聖年怎麼感動她 怎麼帶領 我說你要 當時那些我就好什麼 我就跟她說 然後她說說 然後現在還沒有聯絡她 這個課程感動你 推動你去做 你應該做的 這個就是對的 結果怎麼樣是在乎 那個人的反應 我們就不用揹著這個擔子 那這次才說出一件事就是繼續揹著你 這裏其實說出兩件事 一個就是繼續 聖年繼續感動 第二個是揹著你 這個都是 譬如我們 她心裏不斷揹著 是不斷揹著的 是不斷揹著的 揹著的很重要的 她心裏面的 就是你講的中間那裏 就是覺得你的身體中間的部分 對嗎 是啊是啊 就是中間那裏你不斷揹著的 揹著的很重要的 她心裏不舒服 她就是看你那個人 要我做那件事 心靈感動 我講話我就要做 要順復配合 感謝主啊 我欣賞你 我欣賞你 也恭喜你 其實你是收到神的信息 我恭喜你 神使用你 其實有時候人呢 神使用無論什麼背景 什麼背景都好 有時候呢 譬如像你這樣 有時候有些人會覺得 我還有一些香陰味 就是 廣東話不是那麼清 反而神會用這件事 為什麼呢 人們就覺得你 就是謙卑和真實 就是覺得你 都是一個很 一個很平凡的人 但是你會有這麼強烈的感動 他們會聽的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可以影響人的地方 所以我們不要小看自己的 語音啊 我們的才幹啊 我們的知識啊 外貌啊 能力啊 這些都不要緊要的 因為神可以使用那些軟弱的人 叫那些強壯的羞愧 使用那些愚絕的 叫智慧的羞愧 所以神可以使用任何人 只要我們聽話就可以了 因為你聽話 所以聖靈一直要你 一直要你 所以說出兩件事 就是聖靈會繼續感動 第二就是要你 是令到心裡面覺得不舒服的 是要做那樣的事 是很不舒服的 很緊要的 他要你做重要的事啊 他不斷地撩 跟那些不知怎麽 不懂得現用 都很不舒服 很急的聖靈吹逼啊 是啊 他就要你做啦 你做了就做 其實每個基督徒都有這個經歷的 就是我們犯罪的時候 聖靈會撩我們的 撩我們直至到我們肯悔改 和人離開那個罪的時候 那個撩的感覺就會走了 這個很明顯是心靈的深處的 我們都希望大家留意這些 就可以留意到聖靈的感動 就會第一就處理生命更加快 譬如說有些人經常煩惱 經常都不開心 經常都低沉 很負面 那麽聖靈會撩我們去提醒我們 那麽我們就回應聖靈了 回應了聖靈 回應了聖靈就放下那些重擔了 倚靠神 神一定幫我 我就倚靠神 信靠神的祝福 我就親近神 遵從神 那麽時候我們就遵從神 那個心就會鬆了 那麽呢 還有呢 就是領受知識言語的恩賜 先知性的恩賜 或者領受神的帶領 譬如神帶領我們去侍奉神 神帶領我們去幫鄰居 或者幫助教會裏面某些人 那麽這都是神帶領我們 那麽我們越收到神的信息 我們就越成長了 我們就越擴闊我們的領域 神就使用我們 進入不同的領域 幫助不同的人 那麽也都擴闊我們的領域 就好像這個 我忽然間不記得那個名字了 就是那個 有一個祈禱呢 在舊日聖經就講到 擴闊它的領域 就是我們整個生命的領域 會被擴闊 就求主幫助我們 看牧師 是的 牧師 還有他不斷地去順復 他就能夠給你做的 擴闊那個領域 還有他那裏 我做的時候 說牧師我都經歷了很多的 我做的時候人家不相信的 不過現在感謝主 是榮耀歸衣上等 我教會現在全部都知道 牧師都對我後來 真的他是知道 是的 他知道我神使用我 我是順復 他給神使用 有一個恩賜 所以現在我教會那些 你全部都不同了 是的 牧師都不同了 我感恩了 不過以前你做到的時候 都說了很多說話的 他說你話要不借 說你用無錢 你用什麽 就是很多他自己好那些 但是我做我幾年了 一直堅持 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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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和神的關係 堅持神要我做的事 那就證明了 是 真真真真真是 神要我 透過我去教會裏面 有些事情做了的 就是新年做的 不是我做的 是上帝做的 上帝透過我的身邊 透過我的口 阿摩 多謝天父 這個其實就是神使用你影響教會 祝福這個教會 是呀 是呀 大家的鼓勵 就是神可以使用一個平凡的 去影響這個教會 是啊 是呀 是呀 謝謝天父 OK 謝師傅有個節目 剛好想說的 不是 我補充那個是亞比斯的討告 是啊 沒錯 我聽到你是想說的 亞比斯 沒錯 亞比斯的討告 所以希望大家都擴闊我們的領域 我們越領受神的聲音 越能夠擴闊神的領域 OK 我一起祈禱一下 一起祈禱 親愛的天父 多謝你 因為你是向你的小羊說話的 你的羊聽你的聲音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聽到你的聲音 聖靈也在我們心裡面運行 神在我們心裡面運行 叫我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面運行 唯要成就神你的名義 多謝天父 神你是跟我們很近的 在我們心中做工的 求主感動我們 聽你的說話 回應你的說話 回應你的感動 留意你的感動 時時留意心靈裡面 為何跟我們說話 神帶給我們的平安喜樂 或者激勵 或者是尿我們去一些行動 或者是尿我們去悔改離聚 求主也幫助我們回應你 多謝天父 神你真好 神你真好 神你真是帶領我們 跟我們說話的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謙求聖靈充滿我們的心 謙求聖靈更新我們 改變我們 軟化我們的心 安靖心 祕看 Niger 神啟靈充滿我們neten ый 濃悅 神啟靈充kry 防我的心 Et 靈 MC duck 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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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求死你,重溫我心,恨求死你,死放我,恨求死你,用花我心, 恨求死你,改变我,求主的平安临到我身上,拿走我们的烦恼重担,知道神一定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将整个生命放在你的手里,专心仰望你,专心倚靠你,神你真美善,神你是最美好的,我们可以全心信靠你,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忧虑, 按住吧,生命让人掌管用你,将所有扇子都放在你的手里,神你必然祝福 多谢天父,美天父能赞美天父,感谢天父一切,荣誉重赞归给天父 多谢天父、荣誉重赞归给天父,哈利ルuyah 哈oncé 主,让心深 gain clear,我们越 gain清点我越放下冲满,越容易领受神的信息。 恨求圣灵释放我们的心 恨求圣灵 充满我心 恨求圣灵 释放我 恨求圣灵 勇放我心 恨求圣灵 改变我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敬拜祢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赚祢命 让重担舍下 使我能赚 释放 释放我的灵 来敬拜祢 主啊释放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毫无重担 完全没有烦恼 放下烦恼 神祢会照顾的 我们不需要一定事情 一定照我们的心意 就算有事情不是照我们的心意 我们依然信靠祢 多谢天父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在这一阵 我们有很短的时间 去等候神 看看留意圣灵 有没有 将那些二年放在我们的心中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神祢真好 耶稣祢真好 我们欢喜祢 我们喜欢祢 我们感激祢 我们赞美祢 求主帮我们放下重担烦恼 更加容易领受神的声音 多谢主 主与我们同在 主一定带领我们 主一定向祢的羊说话 我们越遵从神 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 就越来越多圣灵的感动 多谢主耶稣 感谢耶稣 祈祷奉主耶稣圣名 阿们 好 有没有人有任何 领受在刚才很短的时间 等候神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